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接下來這個星期六 容共與清黨到第十九集 今集的內容主要講 國民黨的中央監察委員 提出談是共產黨分子的提案 提出這個提案之前 跟蘇俄的顧問鮑羅亭 講數講了兩個半小時 這兩個半小時的結果 就是不歡而散 兩個半小時內說些甚麼呢 我們有一些原始資料 對話的摘擾 非常精彩 大家記得留意收看 這個星期六十點 容共與清黨 贏爆全世界 很多朋友都說 究竟怎樣載我們贏爆全世界 其實很簡單 沒錯 先看看我們準備了一些表 其實很多朋友 發訊息給我們 已經支持了我們 多謝 先留意 留意到他的網站 Football.myradio.hk 裡面有六個聯賽賽程 有八個獨立收費的節目 所以大家記得多多支持 但怎樣付錢 怎樣付錢 付錢就問我 雖然我外出經常不用付錢 但我也知道怎樣付錢 有三個方法 可以在網上 用PayPal帳 可以用Credit Card 也可以現金 這麼厲害 現金當然想來 普羅政治學院付錢 沒錯 但有個問題很重要 一定要記住 就是那個電郵帳 你知道很重要嗎 很重要 因為買東西 當然會去到購物車結帳版面 去到的時候 記住 輸入當中的資料 最重要 就是輸入你的Gmail的電郵帳 一定一定 在賤取那個位置 入你適合的Gmail帳 因為不入這個Gmail帳 你就收不到影片 對,我們就是透過這個電郵 把我們的心水傳給你 所以一定要正確和Gmail 如果沒有就開一個 很簡單 如果你這樣說 大家記得多多支持我們 對嗎? 對,繼續支持我們 我們準備就緒 接下來聯賽重開 有我們的心水給大家 希望用我們三個最強的資料 希望幫助大家 可以養車、養樓、養狗 還要是贏包全世界 謝謝支持 謝謝 隊員小心 隊員很輕敦 隊員很輕敦 隊員很輕敕 隊員都可以打破你 隊員非常小心 隊員太多 隊員快點 隊員光 隊員快點 隊員快點 隊員很快 隊員這個路 隊員很快 隊員很快 幸福贏了这场香港一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10月7日晚的马场USB 我是尤达 阿拉拉今天因为有点事 请了假 所以今天我单托上阵 虽然是这样 但是今天的节目都很丰富的 都是一如以往 但是一个人做 可能会控制到时间会好一点 希望今次又不会做到过了中 但是今次都有很多内容 因为刚刚看到那条短片 其实就是上个星期 大家都有收睇到海船门大赛 这段短片就是他们 法国马会那边 拍完之后 做了一个花絮 带大家看回当晚的情况 当然大途里就很开心 一会儿我们也会播放那场海船门 给大家看的 但是在未说海船门之前 其实这几天 澳洲方面都有很多新闻 首先来讲就是 今天下午 本来我都想今天讲的 但是就因为 我就想留在下个星期 因为下个星期六 那天日头就香港跑马 要是香港跑马 那我们就不用说要 在那一集的马场USB那里 给贴士提供 所以可以多些时间 跟大家重温 那当然就是 今天下午就是这个 雲斯仙子的WINS 这次的preparation 第一次就落这个墨尼本 跑这一场东部錦标 Turbo 6 如果大家有上去我们的Fan Page 或者我尤达专业 都知道结果 这场马就是 雲斯仙子就 赢得非常之轻松 第一 对手方面的确是和他有一段距离的 第二样东部就是说 这次他还要说 Z weight plus penalty 但是因为他本身是马女 其实他这一场马 他不是背到最顶绑的 还有马要背重绑 所以就变了整件事 就很完美之下完成了 完全都很轻松 但是我留下个星期才再跟大家说 但是跑完这场赛事之后 21年节 接着他下一场目标 就已经锁定三个星期后的各时盾 作为他第三度衛免的一场重要一仗 除了第22场连胜的目标之外 这一场赛事如果他能够顺利达成22年节 奖金上将会破了大花保持的纪录 变了在澳洲的马之中 即现役马之中 他已经破了 破尽了所有以前的日平线那些纪录 其实这一场已经是他的第十三 第十三 第十四场应该是 第十三四四 第一级赛 21年节 接着要看他三个星期之后 但是据我所知 这一场的角士盾 香港就没有守住 所以大家要用你们自己的方式 大家都醒目 看开马场USB或者体安马 如果墨爾本的賽事 你們都可以在網上看直播 這個大家自己搞 講了這場角士盾之前 下星期六 即是10月14日 將會是 Sidney的春季嘉年華總結 就是那場阿菲爾賽 正式登場 第一屆就會在下星期跑 同一時間 那天在考菲爾德馬場 Cawfield 亦都會上演考菲爾德堅尼 我老友鄧迪太太的 上星期 跑一場堅尼玉賽 忍恨 後上不及跑第四 表現給我預期中有點失望 當然事有看 都有很多談論點 但我不想在這裏講 但我比較想要講的是 鄧迪應該會是 下星期一定是在墨爾本 跑阿菲爾德堅 因為已經 其實阿菲爾士賽 那些馬的座 即是哪一個跑 其實都已經塵埃諾定 也同時在上星期完成了 在葉森釀釀的賽日之後 其實最後那兩個名額 都已經公佈了 落實了是哪12匹馬參賽 所以我想趁這個時間 跟大家更新一下 那現在究竟阿菲爾士賽 那12匹馬參賽馬 究竟是哪12匹馬呢 那我們去一去圖先 我們去一去圖先 麻煩 不是啊 去圖啊 這一個了 沒錯 麻煩你 這就是阿菲爾士賽的 最後的名額 其實之前上一次 我們都已經同大家交代過 那時候就有10匹馬 已經公佈了分別是 上多湖 後星 女王柱 草手不合 洪達士 正彩鬥士 英里殊 部署 Deploy 猛攻 和Viga Magic 那之後呢 跑完那個 葉參洋賽的賽日之後 最後那兩匹呢 都塵埃落定了 那古摩亞 Kumo呢 就會用之前 同樣跑過這個 金拖蟹的Tulip 就是楊河花 楊河花 就取代了 他原本所報的 巴洛妙筆 所以 這個就是 其中一個 變成 其實 希斯呢 其實在這場賽事當中 就會有三匹馬參賽 分別就是 Tulip 楊河花 精彩鬥士 Record Warrior 以及Viga Magic 這三匹馬呢 就會代表希斯 在這場賽事之中 他就佔了四分之一的感覺 然後到他 剩下的那兩匹 那是哪兩匹呢 另外那一匹就是 James Herring的Slot 那一匹 清白無瑕 那其實那一匹清白無瑕 之前也都是在 葉森釀賽的賽日那裡 也都是跑過 都出過賽的 那一場馬就 都跑過 好像跑了那一場 那一場 就是和上多湖 困那一場 那一場 首映錦標 他都跑過那一場 所以他就拿了 反而 贏馬那一匹 那一匹 那一匹 反而就沒有份 變成現在的情況 就是怎樣呢 不如我 就趁這個機會 交代一下 那這十二匹馬的 騎師 將會是哪位 那 上多湖 就將會是 一直到現在幫他 騎著那個艾杜娜 那 然後後星 就會是盧愛德 德叔就會在 昆士南下來跑 就是盧愛德 那跟著 呂王柱 那這匹 暫時就在外圍 就是這一場 非常大熱門 呂王柱 那就會由 白布朗執薑 那跟著 就操手不及 那就會是 安國倫 那安國倫 就會跑這隻馬 那之後 這個楊河花 就會由 國立基執薑 那之後 接下來 就是 洪達士 就會由 墨維海 那 墨維海 那 精彩鬥士 就會由 幫他贏 新市場 讓賽 那位 貝利斯 就會執薑 那跟著 英利薯 英利薯 其實很久之前都說了 就會由 那跟著 就是 deploy 那其實都有 第二道 譯名就叫做 調兵遣將 就會由這個 柏爾執薑 那跟著 到這隻 猛攻 猛攻這隻厲害了 這隻 前身的日本馬 那 就 找了史賓沙 下來跑 那 史賓沙 應該都可能 都有一些歐洲馬 會準備下來跑 這個 史賓沙 就趁一個機會 拿下來 熟習一下環境 氣候 所以這隻 猛攻 這隻 brave smash 就會由史賓沙執薑 那跟著下去 這隻 Viga Magic 就會由 偉紀力執薑 最後 這隻 清白無瑕 就會交給 暴民跑 所以這裏 以上就是這十二筆 參賽馬的名單 以及他們議定的騎士名單 我一次過都交代了給大家聽 可以回來 講完這場 對Everest 應該 大家就要看看 下個星期 看看可不可以 在網上 可以看到這場賽事的直播 那 我就不想說 那個情況 那邊看 但是有些 大家都可以 有自己的方法 但是 如果你問我 當然 如果你說 賽職 當然 暫時來說 是一匹女王柱 就叫做行程高漲 說實在他今年 就贏了 金拖鞋 而且 早兩個禮拜前 就贏了那場 WAR STICKS 即是在 滿利谷那場 一千米的一級賽 那場 他贏得很出色 所以 他贏完那場 再加上多湖 這兩場 復出 都跑得一般 的話 隨即取代了 那個位置 都講講另外 一些馬的賽職 那隻 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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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是今年的 magic million 兩歲 兩歲 magic million 的冠軍 另外 上個禮拜 我都交代過 他在金拖鞋 跑第五 好 然後 草手不及 六歲 這隻六歲 賽職沒有贏過 一級賽 然後 那隻 楊河花 其實他也是在今年的 金拖鞋 跑第三 用這個賽職 進來 就是 希斯的馬 然後 洪達士 就是 施洛頓 Peter Snowden 那個馬房 訓練 他今年 贏的一級賽 就是東奔一萬 東奔一萬 那些馬 就在那裡贏了 就是今年 就拿到一級賽 精彩鬥士 當然我都講過 之前剛剛交代過 他就是贏了一場 新市場讓賽 接著 之後就到那隻 英里薯 英里薯 雖然今年五歲 但是他之前 贏過什麼一級賽 就是贏過 全靈錦標 那場 就是去年贏的 至於那隻 deploy 那隻叫做 調兵顯像 或者部署 他沒有贏過一級賽 但是 其實我之前 公佈說 在前兩個星期的節目 我都講過這匹馬的來頭 其實他就是 現時 難域馬場 1200米的紀錄保持者 當時 沒有多久之前 就跑了一場 級制賽 他用頭馬時間 1分8秒06 破了難域的1200米紀錄 之後他再在玫瑰江的1300米 又做了一個新紀錄 1分14秒92 這隻馬就拿著兩個場地紀錄的銳細 而且這隻馬 現時來說 都很勇銳 猛攻 其實我上個星期都交代過 這隻馬 他沒有贏過 Group 1 但是他來到 移植到澳洲之外 其實近跡都不錯 這隻馬 都OK 兩年前 兩年前 他在日本跑 日本跑 打比 就跑 至於 這隻VGA MAGIC 同樣都是一隻很勇的馬 一口氣贏了很多場 包括 最近那場 就是那場 文斯錦標 那場Mansi Stakes 再之前 其實他也是在 萬富衛 贏了今年的 古活 古活 樣賽 都拿著兩場 GOOD ONE的頭馬 在手 至於CLEARLY LINDOLSON 清白無瑕 賽職就沒有什麼 今年 本身都沒有一級賽進獎 所以 這十二隻馬 裡面 起碼有 有一隻 有一隻 兩隻 三隻 有四隻 五隻 G1 Winner 就在那裡困 六隻 當然還有尚多湖 尚多湖 贏了今年的史密夫 再加上他之前 又贏了主席獎 這隻 就不用多介紹 可以回來 這次真的 交代了這個 The Everest 大家可以在下個禮拜 自己用自己的方式看 現在想跟大家 重溫 剛剛上星期上演的 海船門大賽 這隻Enable 我真的不會 這隻馬名 我就不會用那三個字 我都會用Enable 跟大家說 這筆Enable 其實在跑這一場的海船門之前 大家都知道 他的賽職都很硬正 一口氣連贏了五場 其實其中 最近的四場 都是Group One 包括英愛像樹 跟著英王錦標 King George 再加上這個 約克棍像樹大賽 再加上 現在這一場海船門 已經叫做 連下六成 他現在出道 也是跑了八場馬 拿了七win 一個第三 真的很厲害 這隻馬 當日 在上帝衣馬場 其實場地 都是有變化 說真的 這隻馬 本身都能處理到 這個track 基本上 看看他怎樣表演 反而 對於 李武華那一匹 坐騎 李健光鑽 反而影響 真的比較大 最後 大家都看到 大家知道結果 他跑到很後回來 其實當時 上個星期 我們說這場馬 我們都指出了 這件事 當然在奧利的貼士 都不能強行 給他 因為真是 隻馬本身 在那裡 那個情況 都不是說 那麼銳 再講馬 本身 他本身 又沒有 到 我自己覺得 還沒到 那個級數 再加上 場地 又不太遷就他 所以這次 李健雙鴻 敗慶而會 那 不如趁現在 我就 跟大家重溫 這場 法國海船門大賽 我們去片 現在 Enable 正在入閘 即粉紅寶 準備就緒 一出閘 其實草段都出得很齊 現在這段時間 Enable 都已經 擺在 開始 走在前面 因為他的檔位 有利 現在貼在前面 然後 一對 一對 KUMO 的馬 愛達河洲 還有 那一匹 七重天 那些 都做了 至於 後一點 黃帽 那一匹 就是李健 李健 貴族 再貼上 就是李健 光鑽 現在看到 都一爬馬 慢慢湧上前 外面 右手邊 黑色帽 就是那匹 黑漢地轉 複伊錦彪的盟主 其實這場馬 他走得不錯 最後跑到第六回來 賣變 這個 當代名著的後面 就是 巴米托 現在看到 Enable 都是按著在前面走 給 愛達河洲 和 佐治勳章 分佔頭兩位 第三位就是Enable Enable 後一點 就是巴米托 巴米托 再後一點 就是那匹Winter Winter之後 再後一點 就是那匹 繁星布 繁星布 再旁邊 就是 這個 這個 奔萬地 再後一點 就是李健光鑽 李健貴族 再後一點 就是那些 銀色海浪 現在都差不多 已經過了一半的路程 其實 名次都沒有什麼大變動 都是這匹 愛達河洲 就放了頭 佐治勳章 就在外面 走到山位 就是第二 Enable 就緊貼著 佐治勳章 內面 涉著就是巴米托 外面 蓋上來 就是那匹 黑漢秘章 黑漢秘章 裡面就是這個 這個 當代名著 差不多 直路 其實走位 都差不多 現在差不多 到最後直路 都是 愛達河洲 放頭 但是現在 佐治勳章 就開始 和Enable 開始發難 巴米托也開始推 黑漢秘章 也是 反而 你見 外面蓋上來 反應就一般 不是給得那麼多 裡面 Winter 都塞住 都走不了很多 剩下最後300米 Enable 已經彈離了兩個馬位 已經越走越厲害了 唯一可以威脅到它 就是當代名著 但當代名著 走下去 又不是那麼多 外面那匹 繁星報 就已經蓋了它 然後 力追 Enable 就贏了這場海船門 繁星報第二 當代名著 就第三 佐治勳章 就捱了個第四 至於第五 就是巴米托 第六名 就是那匹 黑漢秘傳 其實 我跟阿拉拉兩個 那些提示 其實差不多都 真的回來了 當然 這個 這隻Enable 就贏得 贏出來 十分之有說服力 和比的反應都相當之好 贏完之後 其實根本 他這隻馬 都還有餘有餘勁 還有你看看 他這場馬所做的時間 其實都是 在那個變化場地之中 都走得相當之快 不如趁現在 就給大家看看 正式的賽果 大家看到 Enable 就贏了兩個馬位 拿了Win 贏了這場海船門 也拿了他 第五 五場的G1 第二名 就是繁星報 高多芬 讀出了一匹 這一批的繁星報 今年來說 賽職都很準成 跑了四場 包括這場 已經跑了三Win 兩個第二 包括了五月份 那場根里錦標 贏了十穩金銀色海浪 第三名 當代明珠 當代明珠 也是一批很勇銳 在珠德望那場馬 你看他怎樣 助手如人之利 看著你憂吉爾 和炒謀不憂 你追我趕 兩個爭之際 他就從後殺起 蓋過了 蓋過了 那兩匹三碎馬 其實這個第三 也都是 幾有說服力的 都很硬正 至於第四 這匹佐治勳章 真是想不到他這場 突如其來 跑得很神勇 他只是放一個惡品 上去 都可以這麼厲害 如果像去年 他放大圖里 下去 可能這隻馬 又可以重演 去年 那個情況 巴米托 這批應界的法國 打給民主 這場馬 他其實 可能場力方面 就真的 差了一點 他二千一 那些 跑得OK 二千、二千一 OK 因為他都會贏 法國打給二千 那其實二千一 那其實他這個路程 他二千四個都未跑過 那看到他 最後幾步 就真的立腳了一點 跑過第五回來 那都算不錯 那現在這匹馬 就將會 在二十一號那天 就會跑英國冠軍錦標 那這次 如果這隻馬縮回來 跑二千 那可能 就要提升他的名次了 那另外那一匹 就是福伊錦標盟主 這隻 黑漢秘轉 Distranged Secrets 那其實這隻馬 也都是 看他 就是早段 走得都不錯 其實他都不是輸 就是如果撇開 就是enable 其實他都不是說輸太遠 那 就是地幫到他 那這隻馬 就是看一下他 跟著 會不會想著 會下去跑日本盃 那通常 這幾年 都有些德國馬 都會下去跑日本盃 而成績都不是太偏 那至於 那至於 李建一隊 那 那再後一點 那些十穩金 那些都是很中 這個以身泛濫 多蝦之夢 啊 七重天 那些都比較 比較後一點 那至於李建一隊 那 李建鑽石 Satonal Diamond 跑過Mae 4 15 李建貴族 16 鮑美 就是那一匹 銀色海浪 那至於就是那一匹 卡帕利島 這隻應界的 英國聖列治盟主 那 就跑Mae 2 回來 那可能就 那麽短時間內 縮程又適應不到 那其實看回這場頭馬的時間 2分28秒69 那其實相對 他以回那天的場地情況 亦都不是說太過偏慢 加上Enable 這個場地真的很耍家 所以 跑高了 就是 有些好像當年 這個明月千里 贏女王杯 也是一場雨 一個變化地 就令他跑高了 那當然這隻馬本身 都是很厲害 那 就是 跑完這場馬之後 可以回來了 那跑完這場馬之後 那其實沒有之後 剛剛早兩天的 星期四 這個世界賽馬聯盟 國際賽馬聯盟 亦都公佈了最新一輪的 世界馬匹排名 那我想在這一節結束之前 就和大家交代一下 因為其實這一個榜 今次這一個榜 就真的有很多 很值得 雙確的地方 在我而言 因為有些馬 就是 有超水準演出之下 竟然是不被關注 亦都沒有在那個評分上 可以反映出來 那所以 不如呢 就看看這個表先 那這個表 我都是 好像上個月這樣 亦都是把一些 好 有變動的 馬匹 的分數 我就把它圈了 告訴大家 那 方便大家去看 那因為這個表 其實今次這個表 都做得 都幾多 一百二十一分 那 一百二十一分 那 之後那些呢 我就 不再 就不再補充 因為後面那些 其實變動都不是那麼大 那反而呢 這一次呢 就 我不講頭那兩隻先 那其實 enable這匹馬呢 那 上一個月呢 那 它是在這 當代名柱和 亭兒走險後面 就排第三 那當時就是平 這一個一百 一百二十六分的 那 當代名柱 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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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二十七 那 贏完這場海船門呢 就竟然呢 就只是加了它兩分 那 就去到一百二十八分 那 就上去第三位了 那 其實跟我們 即 即 那個名次其實跟我預計的 就差不多了 應該就是這樣 那 但是呢 那 我就很不明白呢 有些人 有說就說 可能就說 這匹馬三歲 受讓了很多磅 那 又贏又贏得不是很遠 贏了兩個馬位 所以都是加他兩分 但是你又這麼說 這場馬 就算他是受讓 但是他真的對著那些對手 是真的 在現今歐洲來講 是很硬正的對手 也都贏得這麼松容 那你只是加他兩分 即 如果以 我自己平心而論 就是單單這一場海船門的表現 都至少都起碼要加到他一百三十分 才叫做 就是 為 值得 即為之接受 那 但是現在這樣加了他兩分 這樣 那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是不是代表這場海船門 就是含金量不高呢 那這個呢 就是大家自己去想 那但是呢 我自己而言 我就不是很認同這個加分 這個加幅的 那另外 另外 有加兩分的馬呢 就是波特祐 那一一筆巴地 那一筆巴地 那那筆巴特祐 大家都知道 在龍上教祂那一場 龍上教祂 gloves 那一場大賽 成功 就是保重 一下 賢新了一隻 就像南索普那場的敗仗 這場加了兩分,就去到123分 這一匹巴特樹 另外一匹比較加分多 就是那匹Humidor 那匹保濕機 這匹保濕機其實就是 那場馬贏了 他贏了木下錦標 所以贏了他之後 大幅加了分,就去到122分 同時,這匹特萊 其實他復出之後 暫時到現在都未贏過馬 也打算避了雲獅先子 不跟他在東北錦標跑 但去到木下錦標,就輸了 所以這次他就被人減了分 如果你這樣做這件事 那我就又有一點想問 那你同樣那隻 現在在擺榜手那匹Airoki 那隻善取 那現在134分 仍然都是134分 那他復出那兩場 跑成怎樣 大家都有目共睹 第一場的勝地下 那個跑到一駐賽 那一分都沒有減 跟著再跑這個太平洋經典 叫做說跑近一點 但他還是輸了 那這樣跑完兩場 你又不減他的分 那你同樣起特萊 你跑了他兩場 輸了 你又減了他一分 那究竟你們的準則是怎樣 所以這隻馬 當然這隻馬 可能我都覺得他都開始走下波 但是就看看他 之後再跑位怎樣 但這一回合就被他減了分 那至於另外有加了一分的就是佐治勳章 那就是因為這個海船門跑的第四 那麼就加了他一分 就去一二二分 但是呢 也都是反映他 就是上一個月呢 贏過一場的愛爾蘭勝列治 也都是包括在內的賽職 所以就加了他一分 那這裡有一匹馬呢 就加了個八分那麼誇張 那就是那匹繁星報了 那這匹繁星報呢 就是變了這一輪 就是排名表的大贏家 那就是大幅加了個八分 那就去到這個一百二十五分 那其實他上一場跑 就是跑這個海船門之前呢 那其實呢 也都是這樣說 應該都是追加的 那因為他今年 剛才我都講過 就是他今年其實跑了四 包括了海船門在內 也都跑了五場馬 那拿了三個win 兩個第二 那當然他輸給這個enable 那個第二就當然是衰敗不玉 那但是呢 他也都是反映他 就是贏過這個根里錦標 那他那場也都是贏到 那些十穩金的那些馬 那接著福伊錦標 那也都是 雖然他跑過第二 但是呢 他後面那一堆 就是你看看結果 就是後面那堆馬 他也都再輸在他身上 那再加上這個海船門的第二 那就是一次過呢 就將他整年的分呢 就一次過追加 那就去到這個125分 那所以這一輪呢 這一輪呢 這一匹繁星報呢 就是做了這一輪的大贏 那至於呢 就是雲斯先止了 就是呢 今天他又已經贏了 贏了他的第二十一場的連接 那在今輪他的復出 那到現在為止 是跑了第四 是跑了復出來 來講是第四場馬 那包括三場在Sidney 就是這個 暫時福錦標 再早一場的就是和域錦標 那跟著到一級賽的佐治文斯錦標 亦都加上今天這一場 group one的東補錦標 那已經是贏了四場馬 亦都有兩場group one 亦都贏了 雖然你說那些對手 但是始終他那個表現 那個輕鬆 竟然在這一輪 那先不要計這一場 因為這一場他都已經公佈了 但是你悲喪回之前那三場的表現 他是越跑贏 不但只是三場贏了 而他是越跑越好 竟然你這個 最終他還是依然維持了132分 那我覺得就是 他現在今天 贏了東補 那跟著到去三個禮拜後 那就跑這個角士盾 那下一輪這個排名表呢 就會在11月9號公佈 那就是說包括了 即是肉馬者的了 肉馬者杯那一輪的賽事 那又包括了角士盾 那我就想知道 我就很有興趣知道了 如果下一場的角士盾 你雲思先子再贏 而一隻善取 跑這個肉馬者杯經典賽 是不幸落敗的話 那究竟雲思先子可不可以 拿到這個首席位置呢 那這個呢 我就很有興趣 就給大家 真是很有興趣知道 亦都很想大家去想一下 這件事情 所以變成這個 這個表呢 我覺得現在去到這個地步 就是這些這樣的結果 這些馬匹的結果 這些馬匹的結果 是完全是 沒有了那個說服力 我就很懷疑 這班人怎麼說 其實已經有些 就是我們有些行家 或者我有些拍檔 例如芝師兄 都已經 看電都火到來 直接都不想說 但是我們這裏 沒有辦法不說 因為都要告訴大家 所以 接下來下一輪 真的很想知道 雲思先子 如果你再 在這一輪 你再 沒有一些適當的行動 也反映他的實力的話 那這個表呢 我也想著 如果下一輪都沒有 我也不打算再說 那可以先回來 好了 那講到 講完這麽大堆東西 那交代了 那些外國東西 這個 排名表之後 我們先休息一會 那休息完回來 那我們就說回 明天的 本地